我的关心到来自中保兴的消息 这是中保兴团是早期三区 混乱到困操的重要旧接地 但随着国内困操的三业目睹 集团团变成到现在的空间 为出中保兴团所向国有资产收集到 正是一半土地 不知中保兴团的共同已经经历关闭 而想象运用旧有的空间 设计老人食堂、日照中心、 村办公室和社区活动中心 这分操的设计以上的围像 是未来中保兴社区活动中心的一部分 这是中保兴团所向国有资产收集到 正处以为中保兴团的土地三款 所进行的空间整个月和改造 未来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活动中心 村办公处 还有一个暖暖食堂 还有一个日照中心 中保兴团里面已经表示 早期三区有很多分操 中保兴团是分農到分的重要旧接地 但四条分操的生涯 渐渐拥来尽口 共来分操生涯没落 当地变成现地空间 加上中保村 既然在中保兴的 都市结尾范围 土地变境定属相当复杂困难 因此中保村一直没有设计 社区有很多中心 现在透过土地三款的一般 要完成中保兴二十二村 都有设计社区活动中心的最后一块拼图 我们也和社马合作的 未来它会有一个暖暖食堂 还会有一个日照中心来照顾我们的老市团 那你有看到我们外面这个公园 那是因为我们跟营建署又争取到的 这个户外空间的改造 所以我们用这样的计划做的一个小公园 中保兴公司表示 但是有很多中心中在都在过年后等天 更记得要半年 中保村的社区有很多中心 中在今年真正六成来开用 谢谢口要向中保兴公司 彩虹不得